12月9日 美国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首次分享了她本来为2016年总统大选胜利所准备的演讲 在谈及已故母亲时 希拉里一度哽咽 情绪激动 对于这次演讲视频 有网友表示很感兴趣 也有网友想到了她的对手前总统特朗普 在即将发布的《坚韧的力量大师课》节目中 希拉里冷读了她原本准备于2016年11月8日 在纽约发表的胜选演讲 视频中希拉里在谈到已故母亲时一度情绪激动 在她的讲话中说 一位作家曾经问她希望与谁分享这一里程碑 答案很简单 我的母亲多罗西 对于希拉里分享胜选演讲仪式 有网友表示很期待 我需要诚实地说 我很想花钱去看希拉里朗读她所写的 但是从未发表过的胜利演讲 也有网友认为 希拉里和在2020年选举中败选的特朗普一样 选民给出了答案 但是他们都在否认 表现出的是极度的傲慢 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之后否认败给拜登 而且多次声称选举存在广泛欺诈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意外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 终结民主党8年执政 评论称 特朗普的胜选意味着希拉里的总统梦想终结 10年69岁的希拉里希望当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第二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此外 此次选举期间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争空前激烈 希拉里卷入邮件门 克林顿基金会等丑闻 特朗普则因其种族和性别歧视言论 巨额避税丑闻和基金会善款运作问题饱受争议 此次选举被美国媒体称为近几十年来最丑陋 最分裂的总统选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